有一段时间没有公开跟大家讲的股市 今次这一集就跟大家讲一下港股 今年港股由22,000跌至今天18,000水平 媒体报道也好,股评人也好 甚至是和股市有关的讨论区也好 大部分人都在讨论联储局要停止加息 中国要出政策去救市、救内房、救经济 讨论到越来越质疑 再加上媒体的大风向 有时都令到我觉得联储局和中国政府是不是换了人 关于联储局加不加息 我在之前的影片里已经提及过 至今我仍然没有改变的看法 至于中国方面 自从最大内访企业之一的恒大集团 出现债务违约后 中国政府多番速口数救市 最近更终于由速口数升华到真正政策出台 但肯定不是09年的大碎万贯 在中国推出政策救市的前提下 核心的问题不是有没有宣布政策 而是政策的实际成效 哪个国家会没有债务 中国的债务是庞大 美国的债务亦不相伯仲 香港这个市场正正被夹在中间 早几年经历了香港的内政问题 已经动摇了一次大型资金对香港的投资重心 有些外资更加是缩减了香港的投资 部分资金已经在过去两年 调往了新加坡和日本 不是撤资 在商业角度上 这个是分散风险 因为在做生意的考虑上 政治风险是最难评估的 所以企业把资金调配到其他国家和地区 是一个正常的商业决定 我不会把这些归边到什么政治立场 如果抱着这种想法 在投资市场下 是很容易出现错误的判断 外资将资金调来香港的是商业决定 影响的不会是一年半载就看到的明显效果 就等于要分拆的总部到其他地方 涉及去办公地和人员的迁移安排 不可能说今天调配明天就要完成 不是小学生玩泥沙 大型资金每次的大型变动 随时都会影响着一个地方的未来10-20年 香港作为亚洲金融中心种地 最快能反映资金链和改变的 必定是银行体系和股市的成交 我们会看到香港的M2 自2020年后停止了上升 2021年后出现一个收缩 反映着香港流通资金减少 不过相比流通资金 香港存货在银行资金才是最值得关注的 香港的M1自2021年第三季开始 出现大规模的流出香港的情况 港股的成交亦逐步由平均每日1600亿 降到平均每日不够1100亿 如果以最近三个月的计算 更加只是平均大约每日有900亿 我知道有些人会指 港股今天在18000水平已经是估值吸引 但所谓的估值吸引是建立于什么理据呢 是因为曾经见过34000 今天18000水很便宜 计算估值时我们要考虑的重要要点 是考虑未来5年至10年的对比 所以对今天的价格是否合理 才不去理联储国的收税 单纯外资在本杆调利的资金 已经影响着投资环境的重取性 再加上中国的无方向旧市政策 令到投资者难以揣测中国的行动 聪明钱更加是规备风险选择离场 至少在这两项重大的因素下 香港资金流的紧张情况 一定是比过去10年要紧的 市民在投资的资金减少下 企业能够高速发展是不能够的 企业能够在高成本下出现高增长吗 不容易 要维持股市目前的水平需要成交 特别在香港市场 炒不上的话 热钱是不会停在等你 当年热钱都流走的话 今天港股万卖 真的适合投资买入的水平 至少我不认为是 当然我不是提供万卖建议 纯粹分享个人看法 除此之外 中国的企业债地方债问题 有多少投资者是有真的去了解过 包括我在内 应该都没有多少人真的了解 原因不是因为偷懒不做research 而是即使做了research 也都看不到重头 其中有很多资料是基于国家的内政真数 而不能公开的送息 在一个不确定性这么大的要素下 如果你是聪明钱你会怎样做呢 当然是先明节保身离场 等情况明朗化再部署 聪明钱有的是钱和时间 所以我们要明白 就是有问题才需要作出解释 需要更多的补救工作 只要你做过生意 或者你有一个抗收层 我相信这样说你应该已经明白了 因为如果是正确的 没问题的话 根本不需要再做那么多行为 去浪费资源和时间 只要等结果出来就可以了 这条片上架前几天 人行在香港发行150亿人民币债券集资 我们应该要思考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发债 是正常行为 还是有特别原因 这筆债项作用是什么呢 是地方政府有问题 还是有耐人出现问题 有一次就会有下次 而今天香港是否能承受到这个债项的规模呢 最后一点其实我之前有一条片已经提及过 就是每逢股灾钱 投资骗案特别多 先是有网上的投资群组骗案 再有刚刚的JPEX的提款问题 下一个我觉得会是其中一个大的风险窗口呢 就是证券行的存款优惠 我不是说必定有问题发生 但今天很多证券行以免用吸客 开户存款又送股又送现金券 有些甚至乎走到枯息地带 提供一个存款利息红利 因为我曾经都很多年前做过普通的华智券商 证券行其实没大家想象中那么好赚的 甚至乎有些证券行是要依靠着客户的存款 在他们没有交易和持货之后 可以走灰色地带成为证券公司的流动资金 他们不是要用客户的存款 而是透过这些资金向银行做一个抵押贷款 当然之后公司怎样用这些资金 我也不方便说 不过其实我想说的是 若果未来投资环境变得差 你觉得作为一般的散户投资者会怎样呢 要么就继续变成开货 要么就cut loss 从证券华好提款 为何红市尾星是最多散户输钱呢 其实答案很简单 因为你就是散户 散户输钱是正常不过的事 散户不输钱 大户怎样赢钱 散户不cut loss 大户又怎样去入场买货呢 最多问题是真正能够被很多人见得到的 都是红市周期的低位和底部 今天讲过了这么多人在留意股票投资 还有这么多散户入场买股票博反弹 短线操作我不反对 但你真的觉得大体见了吗 我不是一个主流的投资评论员 收市也不是很好 甚至乎我的算法方式和内容也不讨好 但你有没有思考过 为何散户在投资市场上 大多数的结果都是选手离场 好一点就是和和和果果 只有好少数人能够真正获利套现代入队 其实我已经回答你了 因为投资市场赢钱只有少数人 由29000开始拨反弹 到今天20,000点、18,000点 仍然在拨反弹是谁呢 今天美股还未下跌 美股下跌时港股会更跌呢 今天港股在17000、18000支持 会不会是支持呢 如果你依然觉得我的看法是不正确的 dislike这条片 我是Lokun 加油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